三 二 在人們的倒數聲中 巴黎市長伊達哥 協同法國演員吉爾斯來撈旗 在槍械立社大道按下按鈕 正式啟動今年的聖誕季燈光秀 掛滿燈飾的四百顆型倒數 被點亮閃耀整個大道 為槍械立社大道 披上節日色彩 也為人們增添美好的節慶氣氛 現場觀眾不論是大人或小孩 無不雀躍歡呼 是,是,是很美麗的 所有聖誕季燈光秀 都在每個地方都在莎莉莉莉 都很棒 三 四 立社大道的點燈儀式 從1981年至今已超過40年 除了疫情期間改為聖上點燈外 每年的點燈儀式 都吸引世界各地眾多遊客 前來觀賞 這片溫暖灿烂的火樹櫻花 將持續照亮整個12月的夜晚 直至明年1月7號 新唐也在電視賴莉莉亞綜合報導